众目睽睽之下 孩子居然在游泳池溺亡了 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悲剧吗 根据四川观察的报道 这令人痛彻心扉的一幕 发生在四川一家私人的游泳馆内 监控视频显示 10月1号下午的2点20分许 小男孩趴在游泳圈上游玩 结果不慎滑到了水下 普通中游泳圈越飘越远 此时此刻如果家长发现了异样 快速把孩子拉起来 如果游泳馆的安全员 能够及时的赶到进行抢救 如果旁边的大人 没有驻足观望犹豫 果断的伸出援手 但凡有一个环节有人过问 悲剧都不可能发生 然而不幸的是 这个幼小的生命 在水中挣扎了一分钟无人察觉 沉入水底七分钟才被捞起 此时为时已晚 难以想象这个七分钟 对于他来说 有多么的煎熬漫长无助 恐慌 监护人去哪里了 游泳池安全员又在干什么 10月9号 当地的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游泳馆已经被暂停营业 邻居知情人士透露 小男孩父母离异 父亲在外打工 事发当日孩子是跟别人去的游泳馆 三岁不离手 五岁不离眼 十岁不离耳 每一个经验总结背后 都是有血泪的教训 作为一位父亲 我真心的希望 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